本地新闻,今早就看东方日报的梳醒 源头是本地新闻,是来自东方日报 大埔美新大厦,有一名的印用 不再让你过单,阿沙陪你娱乐欢笑人间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d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第二单我要讲的就是来自东方日报 今早就讲了,本港再演绎下,一整座大厦 会不会像这个淘大花园,沙士期间 现在是这样的,大埔美新大厦有一名的印用 在本园12月2号就在教会 跟着曾经跟郭太空姐的老母,密切接触者交谈的 她现在究竟交谈些什么呢?我在想了 那工人姐姐跟你一个郭太空姐的老母 可能就讲有什么话题的 我想问下你们自身有没有去街市 或者去到哪个场合跟人家的工人姐姐 很多交谈到是感染到呢?我在想了 会不会讲一下雇主的粮薄、黑薄啊 以前有兼职去我那里做事了 她说她是住在一些房子的 很大的,又有花园是不是? 只是花园,大个你家屋不知何倍 但是她这么大的房子 接着她就要做很多东西 但是她另外一件事 她是黑薄 连她限制住 一天吃多少东西都要限制 所以她自家要在超市买一些公仔面 自己煮的 所以有些有钱人很乖黑薄啊 可能这个工人姐姐跟这个老母说 哎呀个雇主怎么会学是非 又或者说什么话题 可能雇主叫到擦天,工人房可能来千尺远的 但是为什么还听到她每晚都叫的呢? 有可能是说这些 总之不知为什么这么熟的 可能说一下这些菜多好,在哪里买那些东西 然后我不知他们两个为什么这么熟熟到要 感染到,感染之后她就回家了 这个工人姐姐回家了 感染同住的一个42岁的女僱主 还有那个12岁的女少主 就是那个住人的女儿 病毒就再由这个后馆垂直 传播到楼上同座的座向的单位 比如她住私座的 15楼的 但是上面 那个16楼的私座又被感染 连累到一名 66岁的独居女子 接染疫症 现在那个渠馆 播毒好像一个2003的沙士淘汰花园的翻版 这个报道是这么说的 never talk to the stranger in shopping center Li Tran Van Tran 这么有趣 你叫什么越南人 好了 政府专家的顾问 兼港大微生物学系的 讲座教授袁国荣 昨日到场去视察 认为这个大厦同座向的单位居民风险极高 建议6楼以上的住户撤离 受到影响总共有19户居民 昨晚陆续被送往这个检疫 在这个大厦 昨晚9点再次 封区 强劲 经过翻查的资料 新冠疫 新冠疫情的爆发 至今已经有10多座大厦出现了垂直的传播 而对上一次是需要撤离这个居民 送往这个检疫的地方 在5月的时候涉及到全威花园R座 大佬 不是说笑 卫生署 卫生防护中心昨天公布了一宗初步确诊个案 涉及一名居住大埔 美新大厦10楼D座 有没有人住大埔 16岁女子 御所大厦早前确诊的5D单位 外傭均属同一座座向 5D 接着可能经过喉管 传染到 去到10D单位的16岁女子 袁国勇 和卫生防护中心 总监徐乐坚 还有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 处首席的医生 欧嘉荣 还有环保署助理署长 在空气质素政策方面 梁启明等人 昨天下午新村保护医 去到美新大厦 视察 袁国勇表示 调查之后 认为昨天 初步确诊有关 个案 很大机会涉及到垂直传播 5D单位的球馆 中间带新冠病毒的暖空气 暖空气 因为空气暖 就容易细菌滋生 因为烟窗效应 向上升 就去到10D单位 你现在有那个图片 知道为什么 5D 然后垂直 去到10D 即是经过6D 7D 8D 9D 10D 为什么其他那些 那个 6789 那些单位 没事 继续听起来 他说 刚巧 这个10D的单位 是改装过的厕所的 改装过的厕所 导致原本的 淋浴设备 是没得使用的 哇 没得淋浴 即是企缸 好了 它的地渠 就是U型管 气管 干 固 即是干 干的 导致 带病菌 带病毒的空气 进入屋里面 感染 这位66岁的女住客 尤其是 开启抽气线 会产生 较强的 扶压 将污水渠的空气 抽入屋里面 你现在 这个最大事 是改装过的厕所 变成 那个喉管 跟其他单位不同 所以解释到 为什么其他 六七八九的单位 暂时没事 为安全起建 袁国勇 建议撤离 美新大厦 六楼 至到二十四楼 D单位的住户 换言之 这个大厦 合共了十九户 的住客 需要撤离 哇 真的 他又提醒 市民需要定期向 这个 U形隔气管 注水 倒入水 倒入水 冲走 那些细菌 不要随便改动 渠管 欧家榮表示 这名六岁的女 患者 在上星期四 在这个大厦 遗风强检时 未有确诊 上星期还未有事 直到上星期六 才强制检测 验出这个病毒 而CT值大约三十 代表它的病毒量是中等的 我亦都在这里 讲讲什么叫CT值 CT值英文名叫 Psychophysical value 中文称为 循环数伐值 是新冠肺炎病毒 基因在这个实验室之中 透过病毒核酸测试 PCR之后 所测出来的数值 这个新冠病毒 是超迷你的 非常迷你的 尺寸的方面 尺寸的方面 病毒小 容易入侵 因为空气之中 也是说 渗透性 如果有些粒子小 就比较 传播 比较容易 容易 如果你说如何查 只能靠 PCR去检测 才能够观察 但是为什么 新冠病毒必须 靠PCR去测试 才能够观察到 在台湾有一个 病毒感染研究中心的主任 解释 原因就是 新冠病毒是非常微小的 只有一般的流感病毒 十分之一 如果流感病毒 容易传染 如果十分之一粒子小的话 有机会 你会不会 那些口罩 它那个 渗透的口罩 所以这方面 你的口罩也不要贪便宜 另外 如果 病毒的粒子小的话 也比较容易 在空气之中 一个压瓷 可能是散发出 在空气里浮动 因为轻 小粒 轻 已经是 传播度会比较高 所以他说 如果想要测到病毒 RNA的浓度 就必须要透过 PCR多次复制 特定的基因进行 放大观察 每张这个病毒放大一次 就是一单位的CT值 亦都是二次 配方 至于正常人 是不是不应该 测出这个病毒 RNA呢 这样 换言之 如果病毒 RNA浓度 很高 PCR的检测 只要复制 几次 就能够观测到 那个CT值的数值 比较低 相反 当 PC值的测试 必须复制 很多次 才能够看到 病毒 RNA的浓度 那么 CT值的数值 就会比较高了 所以是代表感染力就低 如果想要篩选 哪些 採检的 怎么做呢 亦都 继续听下去 他说 举个例 这几天 有一个 台湾的一个 狮子会前会长 他就 确诊了 在5月中 确诊了 他当时的CT值 就是18 他当时 接受 PCR的测试 必须复制 2的 18次方培 才能够 观察到病毒的RNA 另外一个 例子就是 在宜蘭 有一个 群聚 案 就像那班高官那样的群聚案 其中一个30多岁的案 就是1202 亦都是 在5月11号的时候 确诊 当时的CT值 是20 就是 他接受 PCR的测试 需要复制 2的20次方培 可见 按 1202 在 接受PCR的测试 必须 按1203 再复制更多次数 我说他 用这种方法 去测试 传播度的高低 解释给你听 解释给你听的CT值 如果你这么不幸 你 感染到的 你就可以问一下 当时 帮你检查人员 喂 那个CT值是多少 那你就知道 那个危险性在 那他亦都 讲回这个 讲回那个 香港这里 他说曾经有一个人 他就透过 这个是谁 看看 这个 那个 卫生署 这个 好了 嗯 说回那个 6岁那个 他说 去过这个 昌 不是 那个印庸 印庸 他是昌运大厦的 大快活去过的 这个确诊外容 卫生署在美新大厦的地区 抽气线和喉管的位置 是检取了50多处的环境样本 正等待这个化验的结果 徐乐坚补充 美新大厦里面有一个 老人院 但是喉管和这个D单位 是完全分开的 所以就无需撤离了 你刚才看到一张照片 他穿着保护衣的人 看到大厦旁边有一间老人院 但是由于 那个喉管和这个D单位 事发的D单位 分开了 所以就不用撤离了 另外一个 有梁启明的指示 这个大厦的喉管 状态是良好的 在2018年曾经维修过 只有这个10D 事发这个单位 做过改动的 其中一个 房间是家庄的套刺 家庄的套刺 挺危险的 因为把病菌在房里逗留 除非空气流通 这个大厦之外 还有 这个屯门的 扫盘 外琴海岸 8座 和大角嘴 军汇港 2座 因为涉及到有初却 个案 昨晚7点钟 已经被当局 封区强检 另外一名的政府 专栏顾问 一个专家顾问 港大医学院的 院长 梁卓偉 透过电台表示 根据过往经验 即使是检验频密 每3至4名患者 才有一名被发现确诊 因此 要将现时确诊的人数 成3至4倍 才可以 推算到 实质感染的人数 但他又说 要观察未来2至3天的疫情发展 如果再出现源头不明的个案 当局是必须进一步收紧防疫设施的 大领络 再怎么收紧 你密切留意 我都会update 例如实施大规模的家居工作 或者令到学校提早 放农历新年的假期 透露 专家近日 亦会讨论 进一步放宽疫苗 接种年龄下限的安排 OK 这个暂时我觉得今早也蛮严重的 OK 我们去第2单 不再让你过单 阿沙陪你娱乐欢笑人间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r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Woohoo I hate you Oh amor 加油 mouse restart 今 бу 好 这 已经 的 コ ata ör agues 词 婚